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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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開心 訪問一個香港很傳奇的足球評述員 黃興貴先生 大家心目中是貴神 其實我們有合作過的, 我們有淵源 因為2014年的時候 我們樂隊有一首歌, 是一首浪費的歌 當然, 為何不? 已經完結了, 到終於完結了 別再放鬆, 別再放鬆 看來, 行著他們的 神奇頂級超卓球技 一次的錄音 感覺到他其實是一個… 好像他那個… 他那個金句神奇頂級超卓 其實是… 感覺到這個前輩給你這種能力 貴神自己的人生 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逆境波 作為一個廣播的人 其實怎樣看回自己 經歷過的順流逆流 尤其他真的人生也有… 也不是很多常人可以經歷的難處 所以到這一刻 其實也想聽一個前輩 怎樣去分享他自己的人生 貴神所說 十二碼要是進, 要是不進 讓我跟貴神切磋一下 看看誰可以做到杜瓜金鉤 先贏一個竹金剛才 片尾揭曉 ِi i i 24小時,我相信起碼會有10小時 無論我住在新加坡、香港 或是洛杉磯 我每天都會做運動 好 不只是玩足球一樣 我喜歡年輕一點的 可以打籃球,兩打兩 我以前10至20歲 一旦暑假回來,熱不一定踢足球 很多時候跟葉尚華去修盾 或者去麥花臣 兩打兩人去跟那些侵隊打的 你說籃球吧 對,籃球 總之是對際運動,我很喜歡玩 其實你何時開始喜歡足球 真久了,1949年,我五歲 但那年五歲是… 我父母,因為我父母是球會的統帥 他早期是結智,後來是中華會 他當時會參與籃球的比賽訓練 所以兩樣他都有大外體 即是父母就是當時叫做… 是結智的班主之一 是,叫做一個帶你去愛上足球的 最主要的人 當然,因為其實他的分途 令我進入一間專門踢足球 出名的學校 各方面都是他分途 因為他跟那些職業足球員 當時其實是半職業 像姚卓賢、王振華、朱英強 對,高寶強也很熟悉 我小時候就看那些人球星踢足球 甚至有時候跟他們搓球 剛才貴臣提到五歲左右愛上足球 但也提到爸爸是一個對你愛上足球 最重要的人物 當然 當時有一個很大轟動香港的案件 就是發生在你家 是… 那是三樓案嗎 是,是三樓案 我當時是十四、五歲 十四、五歲,其實只是在讀中學 一個十五歲的少年 當時面對著這個那麼… 其實當時怎樣處理 其實主要有兩個… 即是我家裡的人 一個是我的爺爺 兼甲其實他是我第一個導師 是第一個良師 爺爺 他不是益友,而是爺爺 他的工作能力、工作態度 是真的很積極的 而我媽媽也算是在那時發生這件事 他也很硬朗 他倆從未被我看過眼淚 好的,那時候… 但當時我… 很多時我住在我爺爺的大屋 是 我又有很多時間 仍然看到我爺爺 每天的積極工作 你知不知道他五時便起床 帶我走山 走完山,吃完早餐 看完報紙 他才送我上學 然後他才上班 爺爺也是當時 讓你度過這個… 不僅僅度過我第一個惡… 對,一場困難 對,困難 尤其是我慢慢長大後 我覺得一個人不是生出來 就是懂得面對不如意的事 或者懂得如何做一個比較好的人 但原來我爺爺 我本來很小就已經由家教 各方面就能夠奮育我 走… 走… 爺爺也想你從事、從商 為何你回到香港的時候 你會選擇去體育界 甚至乎到一間中國外面 教一個校隊 我想想,在外國很多教練 都是由中學起或大學起成功 那些出名的職業教練 我剛好在這間學校 演員是這樣 完全沒有足球程式 未曾參加校制 但是他的校長就想有隊足球隊 所以需要體育教師 所以我說我也是走這條路 從1974年到1979年 這五年 有排隊三的學校球隊 在五年來打到排隊一 兼得獲得總冠軍 當時亦因利成變 黃文偉開始年紀大 成為東方的主教練 他就說Peter,你教了中學有成績 你又去足球,考了幾個牌 但我跟他在7980做了一季的助教 但因為他去了靈殿 我當教練,留在空位 東方的統帥 林建明先生、李恒林先生 林建學先生 就升了我當主教練 明白 1981年的時候 有拍攝關於我周永 對,1981年的時候 據暈的製作人員跟我說 是拍攝你的 你想看我的影片嗎 好 好,先看看 好 現時每一隊甲組都附有一隊預備組 不過大多數的預備組球員 每個月都只是拿二、三百元的居馬費 因此很多有潛質的球員 都因為生活問題 要被迫放棄足球 另尋職業 至於球會方面 也都大多數講求實際 如果要每個月支付幾千元薪水 給一個不能夠賺錢的球員 還要等他兩、三年 這個魚會是… 對他加以分農 這個魚會是… 他日誠在與否,仍是未知之數 黃國安 未必所有球會都做得到 同時近年… 這是我,乖乖 會機輸員… 這裡是大行東 大行東 這樣做書人說 耶穌,耶穌居尼 居尼 居尼 但是在另一方面 有些人認為請太多外援 是會阻礙本地球員 特別是新月的出賽 和爭取經驗的機會 現時一個甲組球員 平均每個月的薪金 大概是三千元左右 有些會比這個數目少 而除了外援球員之外 很少本地的球員 是會有月薪五千元以上的 我們二十萬元 有沒有機會拿… 那時候的香港足球壇 那個足球壇 算不算是… 現在我們在這個時間 回首看 是真是最輝煌… 東方最輝煌的時期 就是王朝 其他球隊能否剃成一個大的… 每個時間、一段時間 都有巨型班 例如70年或80年初 精工等 南華會永遠都是頒霸 遠會亦從六年開始 也有好幾年 都是一支上街的球隊 因為始終… 方英東先生 他真的對足球運是出戰出力的 目前在香港 甲組職業球隊 除了以上提過的東方、嘉山 精工和南華之外 還有海豐、寶魯華、魚丸 東星和荃灣一共有九隊 另外警察和香港會這兩隊 都是甲組的隊伍 不過就是屬於業餘性質的 甲組的球賽 多數在兩處地方舉行 一處是香港政府大球場 這裡可以容納大約二萬八千個觀眾 另外一處是旺國市政球場 那裡只可以容納大約八千人左右 在五、六十年代的足球 是著重表演性質的 球員亦以個人的技術為主 當年出名的球王李慧堂 曾經以射穿網的新手而顯客一線 其實他也挺高大的 高大的 要出現了 李慧堂的兒子和我在我家武校 是同學兼甲球員 姓… 姓室 謝謝 那時候個人的尼熊主義 每個人的心理都很強 假如從某個月… 姚出賢同領的兩個是誰 輸了的話 可以說比任何事情更慘 聽聲音和卓然的聲音 對 以一種三角短傳 球迷都比較資歷 這個是歌舞強 很多人說是我們… 你那時候南華會 一到季尾,草就沒甚麼了 對…這也是被人說的 你看,要穿那些… 就是通人坑渠,你看 是可如… 通人坑渠,高寶強坑渠 高寶強就是主持人 有質素的球員 首先本身要有潛質和天分 再需要的是訓練獨磨的機會 再加上自己有行心苦練 才可以成才 我小時候… 阿維… 阿維就經常有空 就跟我一起去滑水 而是我教他 教他那麼多踢球滑水之中 是最快學會的 因為他的體育細胞是爆棚的 撞到眼角、頭、腳 但我覺得挺有價值 踢足球 不像其他職業感 可以做到五、六十歲才退休 就算不受傷 一個球員的足球生命 也有限度 到了某一個年齡 通常大概三十歲以後 當球員的氣力走下球 他們就要高掛球虛了 有部分就轉為教練 而另外那些就要找其他的出路了 其實我認為香港足球不可以當職業 因為沒有保障 而且壽命太短 多個球員打得有成就的話 最少是二十五歲 保持五年左右 三十歲左右就要收散 如果不好運的話 一次嚴重的受傷就完蛋了 我一向都有一個心理打算 就是想到後路 如果不踢足球, 我會做甚麼呢 我覺得我退足足球圈 我也沒有可惜 像郭嘉明一樣 擔當教練的退休球員 栽培後起之壽 提高香港足球的水平 可以算得是任重導遠 雖然現在暫時沒有能夠… 連代所有球隊 甚至無精工都在這裡練習 何場有等顯赫的球聲出… 剛才我們看到很瘦有頭髮的 郭嘉明頂頭徐 將有毅力, 有行心 徐國安, 替我捧兩三個杯子 在明天的中午… 和露民, 這個就是我們… 我教球第一年 替東方取得的總督杯冠軍 上些球迷不撲飛去看球也挺難的 為甚麼會取得到81年的總督杯 因為總督杯是有贊助商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個杯賽 是,總督 因為我們抽一條線也不是容易 第一關對於宛會 好 你可以相信打和嗎 0比0,射世馬2比1贏 贏了 我們只有兩個球員進入 就是耶穌和洪偉平 院會就是梁瑞榮 接著打八強 抽到一群霸 有很多英國和俄蘭建仗的徵供 我們那群是西爾軍人 還有一些比較便宜的外援 但壞人多呢? 也是大約五個 即是准出六個外援 我那隊東方在不被人看好下 那場比賽是4比0 打完之後,人們說 你們東方今天給升公數4比0 不是的 也很像 誰知道原來是我們 搖端 贏了他們4比0 主要是因為耶穌已經是 祝球生涯的最後一、兩年 但他打開一些小線 射世馬很準確 我們在英國簽了一個 膝頭哥,常常有事 以前打過職業的夏浦林 他打完大賽時… 醒神? 醒神? 醒神的,有波進的 所以兩位冠軍在白一年 銀牌和總得妹冠軍 他分別進入,每場進入兩粒 兩粒 復開二道 你有什麼感覺? 其實看回也是一個 當時自己有份提拔幾個 然後又剃成了一個王朝的球隊 我們的體育觀念 對球隊或對自己的職業觀念 永遠都是向前望的 過去真的像一首歌 你們說過去是過去的事 陳潔玲唱的那首歌 如果你太過敬戀 太過眷戀 勉懷過去 你是不會成功的 想當年別人認識你 幸好我現在是當我武校的足球總監 那些…不要說他… 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不要說那些中學生 那些小學生 那些家長也不認識 那些家長也是三十多、四十歲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活在今天 教東方跟以前的中學 陳迷周 其實你當時執教的方法 有甚麼可以分享嗎 其實那時候我主要是用人 分工合作 某單配六頁的方式 好的 還有玩心理 就是有些是西爾軍人 我們頒廢頭不是太多 不像精工和藍合會 那些是西爾軍人 所以一定要那些球員 是肯薄 還有支支近乎勇 因為他們是西爾軍人 或者有些新秀 新秀很重要的 這樣變成中外兩種球員混合 那些球員會擦出火花 會比較不像正式的單足球教練 只能用12、3個球員 我們希望用到 第16、第17、第18個球員 對,也會用一個團隊 就是讓你練球時的氣氛好 好一點 讓每個球員都覺得 他是重要的… 其實這一句說話是很重要的 我一個好朋友,莫雷拉 即是雷神 他曾經在七月離開香港時 他跟我說過 他說成功做一個人 或者做一個出色的運動員 一定要令你做一個隔壁的人 人在身邊,感覺很重要 亦是你們工作的一份子 這樣你就會成功 成功 沒有… 東方帶到一個好好的成績 其實我想聽你分享… 怎樣由東方到了下一個球隊 我剛好領導會 不是在高潮的時間 德國教練也不是那麼好 他邀請我上山 我當然覺得 南華會的球賽不好 成績近四年那麼差 這是一個挑戰 是 那我就上山了 原來是這樣 但上山沒有準備 當時經驗不夠 所有球員不像東方 我去找回來 其實一個最主要做教練的先決條件 就是球員要信你 信你 要為你博 其實教球遇到這些困難的時候 自己在家裡、家庭也有一個很大的 又是另一場很厲害的逆境波 對,很逆境 滾石地撞過來 是 那是太太突然出生 對,她便去游泡 幸好在美國的南方 那裡經常在暑假時有暑暑 氣壓變 如果引擎不夠強勁 飛上離地、飛上天空時 中國銀行這麼高 被人壓下來 一壓下來,去了民房 那裡不是爆炸,機上百多人 全部都遇難 其實那天的夏天很難捱 那段年紀有緣 那天的夏天,老實說 頭頭碰撞黑 甚至有些人會看上去都說 王英貴,你很黑 兩眼頭黑得亮 我告訴你,黑得有一次 我教南華,當然成績很頑皮 對,偽到有一招,我們在晨操 我面對20個球員的訓練 突然…那天可能很大風 在大球場,舊的… 南華會球場,上高是山 吹了一些紙,但不是很多 吹了一、兩塊紙 其中一塊是…那些叫甚麼 溪潛的 溪潛 厲害,我差點不懂得說 但只在我的頭,你說是否刻刻 但這就是其中球場內的逆境 我想你貴晨當時還未夠40歲 還未夠40歲 跟我差不多 跟我現在差不多 對… 所以最後太太的離開 以及自己的事業 在最高峰的執格球隊的不順境 是否請辭是一個出路 我先沒有教練年齡球 休息一下 有空還是踢衛生球 衛生球 走去那時尖東的空地藍球場 所以始終是離不開 用足球、運動、體球 去… 走出過癢 沒錯 走出過癢 過不開心 對 隔了十多個月而已 就在荃灣找我教練 但有一隊不是很昂貴、頒廢的球隊 而且沒有甚麼資源 以為球員或金錢的球隊 但是那群球隊 荃灣願意讓你一手一腳 你去找人吧 我又是找一些西爾軍人 以及找幾名新秀 就能夠在1985至1988年 這三個球季 幫一支頒費最便宜的球隊 能打出三個亞軍 我最重要的是我對自己有信心 而且我自己要掙扎 我自己不是掙扎 我自己要站起來 我也有過勝球日子 有過七、八年 即是在教中學和教東方 藍華會只是不夠一年而已 那你們要把它放大 這麼多 我也沒辦法 但我自己知道 若然你給我另一隊球隊 或者我可以借渣價錢 打出燒鵝的味道 是嗎 對, 疊渣價錢 只是天啊 每天都是在家中學・87 拿到家中學同學 你需要用餐廳的地步 我需要是真正的 所以我有一邊有事 我一邊是靠近他 對著我, 我們一起去支配 你會聽你這是一邊的 正機盜棋隊 我不會打得到的 我一定會在環環 因為棒球給我很多做教練的思維 怎樣去行棋 還有棒球是教我有耐性 美國人非常熱愛棒球 喜歡把融字融入在平時說話 所以今天, 我叫貴臣 跟大家來一次棒球學英文 硬球其實在美國很通用 你給我一個硬球 硬球是硬滑的, 即是棒球 軟球是比旅球大, 這是軟球 軟球是碰到臉, 打到手 未必會那麼痛 好, 為何美國人會說硬球呢 就是譬如兩間快餐店 他為了爭取客人 其中一間是出一些古惑招 你反應他, 你就跟他說 你想跟我玩硬球? 即是說, 你是否想和我… 這個是禮珍 禮珍我就不疼愛你了 你打到手, 如果是有機會 因為我都打到手, 我就打到手 我就打到手 現在有機會幾乎 我一定要把球和手進行 你有朋友, 或者有女生 或者有男生, 男友請你去看電影 你今天不行, 你說明天吧 你不是拒絕他 你就說, 我可以拿一天採訪 我就說, 我可以明天再來嗎 這樣吧 將你帶進去評述全世界的恩師前輩 就是簡兒清先生, 是嗎 對, 簡兒清先生 我們做資料搜集的時候 其實你有提到他的名字 你也提到英國的Martin Tyler 對 和美國的Scully Win Scully 這些都是影響你評述風格的前輩吸引 可否說一說他們怎樣影響你 首先, 他們每個都是謙虛得不得了 他們每個都說 其實放我們評述員 跟球星比較, 其實我們真的不對 他們說我們只是評述員 不要當我們是甚麼星星 即是教我們謙虛, 好嗎 第二, 工作態度是說 他們沒有覺得紅日重要 每天都要說球就說球 只要聲音可以開口, 沒有藉口 沒有說因為有甚麼喜慶事 或有甚麼不愉快的事 而不能夠執行他們的廣播任務 這些… 對, 嚴格是說他們廣播 知道每一場球 不一定是比丁霸冷入很多球 精彩球賽… 他們會盡量用他們的辦法 把觀眾黏黏黏黏黏黏黏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其實貴神的金句就是… 帶很多人… 甚至乎很多人不懂得看球 但也可能因為你的金句 過癮、有趣 進入了足球世界 其實你的金句是怎樣去… 你有這麼多金句 你平時會收起來 還是怎樣寫定 有一點而是上天賜給我的 因為我1963年 在美國聽所有頂級的評述員說球 說不同的球 而小時候在香港 電視還沒興起的時候 聽三音機 聽見一些評述員說廣東話、說球 做ESBand的全職評述員之後 因為這個架英就熟 從開始不太懂得對砌文字 自然有些東西在腦袋 可以突發地、現場地 自己沒有準備地爆發出來 有哪些在平時園生涯中的金句 你自己覺得 這個也是我的第一名 或是五名 頂級,對,這樣就知道 好像有金心無雷勢 因為其實我希望球迷會 Michael Jordan就是退休了 你很快點看吧 另外就是借渣的價錢 那些人消火味道 這個有點典故 這個當然典故 因為借渣是很便宜的 我爺爺是一個很折劍的人 折劍西人 他叫我們如果去買物著 不需要去百貨公司買來老的物 不如去國貨公司買 那些五、十堆的借渣芝麻 現在沒得賣 現在當然沒得賣 那又在腦袋上 吃燒鵝 因為我們家裡的媽媽 傳統地… 我們兄弟姊妹 對誰有生日 買一隻燒鵝回來慶祝 不一定要買蛋糕 那生日那個有燒鵝給吃 這樣 但其實這些是自己經歷的金句 但譬如在欣詩學到的 有很有意義的金句也有 譬如很活該的 洛杉磯的評述員 叫做斥香 斥香 洛杉磯先生,他很有趣 他說我做廣播 看了這麼久 我沒可能那場球 如果一早就剩下第四節 剩下10分鐘左右 贏到2、30分鐘 還要告訴觀眾 這場球還可以打 很可能是無人機會高 甚麼是機會高 贏才對 他就說 遊戲已經放進雪櫃 已經碰到了 但他除了放進雪櫃 碰到之外 他加插幾句 他說牛油很硬 蛋液很冷 啫喱就瀝了 東西放進雪櫃就這樣 這樣就變得更有趣 很生動 另外就是活頓教練 一個是美國最出色的大學教練 他教我們永遠 不要面對困境時自怨自捱 他用英文…有壓勻、有文化 就是雜誌 我會說 雜誌 有幾句話 雜誌 有雜誌 雜誌 有雜誌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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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很有型 那種氣氛,有時在家中看的時候 因為首先你要愛好你的工作 你要熱情 熱情很重要 對足球和對你的工作的熱情 第三,你要從小到大 你也是對足球深入淺出的了解 踢球,怎樣去做教球 現在怎樣去廣播 所以加起來,我想將我在人生中 學到的東西,有幸地跟觀眾分享 我們說回香港隊 他們在東亞運得到好成績 是多了人留意香港隊 香港永遠都是 是這樣的 叫做好天氣的球員 是 即是勝球就馬上窩瘋地去看 一輸就失敗了 但這不是很強烈 或者很平穩、堅持的粉絲 另類不同是人生必然的 是自由的 是,你不能要求他… 對,所以我們只能說有很多種 不可以說哪種是對與不對 說到那時候 我們也有一段影片是說 如何啟發到那個轉捏點 有很多人看過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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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加油 四年前東亞運動會上 香港擊敗日本隊奪得金牌 寫下歷史一刻 賴文飛曾經是港隊代表 四年前東亞運動會上 香港隊擊敗日本隊奪得足球金牌 那場賽事他雖然是後備沒有份出場 不過當時的氣氛 他至今都仍然回味 對, 看見這麼多香港人的支持 尤其是在香港的主場 當時每個人都很團結 我扶你了 一拿冠軍那一下就像做夢一樣 東亞運動會完結之後 賴文飛的足球事業 並沒有因此向上攀升 離開職業足球之後 他轉職做健身教練 拿完金牌的時候好像21歲 你再等四、五年 真的25、26歲了 我已經不是年輕球員了 我黃昏球員了 找到黃昏球員再出來工作 其實機會又少了很多 陳侯山出來闖, 好過了 來, 飛手, 飛手, 飛, 飛, 飛… 沒有踢甲組之後 賴文飛現在在球場上 偶爾也會撞過去的舊戰友 但是大家身分已經不同 踢球也只是為興趣 問他現在幹什麼? 保險, 地產, 或者做銷售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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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香港… 你得到你 我得到你 你… 這一代的香港隊的成長過程 正是香港的足運到最低谷的時候 清訓的工作是最薄弱的一段時間 所以他們的成長能夠達到現在的水平 我認為已經很值得肯定 所以如果未來我們說 足球要再創造一個盛世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難靠現時我們看到的條件 我們必須從起步點再創造 2009年東亞運到現在已經9年 還有一處是無論是香港隊 上升和下都會堅持進去撐場 永遠有很多真真正正的大黑粉絲 根本就像以前大行東和旺角場 也有一群對香港或對東方的 現在仍然是大行東或旺角球場 他們看球,因為現在是很便宜的 是,長者是嗎? 是,長者是嗎? 是,長者是 他們一樣是死心塔地的 有很多人都… 是,長者是誰? 是,長者是誰? 他們是長者是,長者是… 長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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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 小一至中六 挺艱苦的 因為現在教學生不容易 這一檔 又有家長之類 不過我的教練團用一個方式 就像以前林健明先生 或者銀禧的方式 就是從小做起 從小學建立至中學 要有耐性 我相信兩、三年後 當小六、中一仔慢慢升上去 就可以跟其他名校 他們的頂級足球 去年一年 去分庭抗禮 近年本港舉辦國際性賽事 跟運動員出外比賽的次數 也增加了 不過總盤來說 香港運動員都是純業餘的 訓練很多時都是靠個人的自發性 學業和工作對運動員 始終都形成一定的壓力 因為他們是否很容易受到的 現在的那天學校比較嚴重 有時我出去比賽 他也不太比 我經常只顧著游泳 不顧著讀書 曾義明一年前轉了校 他一方面要應付嚴格的訓練 另一方面又要面對學業的壓力 精神和體力都不是那麼容易支持 他說很多時候上課都會睏眼睛 因為實在太累了 任何運動訓練都需要付出相當的時間和體力 而要達到高水平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 香港有部份運動員缺乏一份黑苦的精神 一、兩年看不到成績就放棄了 現在一般的青少年都很想快得到結果 所以在培養和訓練練競的運動員方面 我們面對的困難 就是要那些運動員在十四、五歲那裡開始 來接受很基本而且很苦悶的練習 要他一直這樣捱上去才能有成績 很多時候有很多的運動員是半途而廢 不能夠將他們個人的成績 能夠發揮到最高的水平 每一位才能做得到的 能夠做得到的 希望能夠做得到最高的水平 能夠做得到수가好 沒錯 Ricky, 人仔細細細細細,但是志氣很大 他自小就說自己將來要當職業足球員 不過沒想過要踢香港球隊 他心目中最擅長得到球隊 全部都是歐洲競旅 我以前喜歡漫人 然後… 2004年, 阿仕奴贏了半龜 然後我喜歡阿仕奴 想去職業聯賽 我爸爸也知道我想… 挺想我去 如果要在香港, 我就不做 找到職業聯賽 中國也找到 這群足球小子 平日掛在口邊, 經常提及的 都是歐洲和南美球隊 偶像全部是國際球星 這一天, 我們特意安排他們 去旺角球場 是一場本地甲組聯賽 感受一下球賽的現場氣氛 以後再生 factorial 就像OW 靜茵茵, 只聽到球場有些人叫他 不, 就是沒有了… 現在會不會多… 多一點點吧 不會 沒有了球員 都是小時候 自己點了錢 不再看 好啊 糟了, 香港力度 十四點被人射 現在香港足球的問題是 在你搞清睡前 你要找到一塊很漂亮的地 去種那棵樹 不是一天兩天可以看到 起碼十年、二十年 才看到一棵樹開始生 我想我沒有叫人長襯左一點 有一點 可能被人打快一點不夠快 就算贏輸 要令他們覺得知道贏是有原因 輸也有原因 變成小朋友踢球的時候 他是很認真地踢 但他不會有任何… 贏了, 輸了球就罵別人的對手 或者贏了球就好像很厲害 其實你教的這十多個月 其實有甚麼點滴可以分享 有甚麼難處 難度一定有 年紀大那些, 他們不是你教的 當然他們可能未必接受你那一套 或者是有反叛 但是你如果從小培育他們長大的時候 他們家長都相信你的情形 而且你… 因為他們表現得… 真的努力, 你給他機會打 給他一個公平公正的機會上陣 他們會接受你 因為他們來練習 又足夠人 但踢的時候, 如果只用了十一、二個 其他人做甚麼 偷眼自殺 很容易會放棄 所以你要平衡 就是說又要出現很多技術 不是最上乘的球員 但亦要保持有成績 這是教育學校的難題 第二個就是你要跟那些名校 跟那些私立學校競爭 吸納有份量的學生 這是怎樣 這是很熱的 因為私立學校不是政府補助學校 不是政府的學校 他們隨時的校長可以說 我收你, 我收他 我現在保證你 9月可以成為我們學校的學生 兼的球員 害怕讀書 因為踢球拉低 我還未有專門的補習先生 跟你補習 有很多這些補習嗎 而且他們是私立學校 但可能如果進去踢球 就有免費 那就變成條件 比我們的政府補助學校高很多 但是永遠在做教練的邪形下 我還是喜歡接受挑戰 就是說 你把最好的球員都給我 我用甚麼要我教 永遠都是我要用某單配六頁 球員踢不動的位置 找出他們的好處出來 構成一隊整體戰的球隊 不是十一個球星的球隊 這些拿到冠軍 我都不是心裡沒有滿意 有時候想得到成績也好 當然是想多贏 反而有些人說法就是 很多時候這個世代的小朋友 最要學會的是學會怎樣輸 對 你們怎樣認同 六號,你這句話 是我兜兜轉轉 44年之後再回到自己的舞校 做足球總監 跟他們的球員說 跟家長說 比賽是兩隊的 一隊贏,一隊輸 你一定要學會 你贏固然是開心的 但你也要懂得 在輸的時候要怎樣面對 但我曾經在近年經歷過 對一隊很強的學校輸了 但有某一個很出色的球員 他以為自己出色而已 輸了球,他就賴龍門 接不到 這些真的是死症 是半腳石 他們不會學懂怎樣學會輸 怎樣去…即是當你輸球的時候 怎樣去面對 這些真的要學會 因為你面對的夜景球的難度和次數 比我們一般人可能在座的朋友 我們是你的後輩,多很多 其實你自己走下來已經70多年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人生的… 得到一些小小的哲學可以在這裡分享 我們是人,我們不是完美的 日子面對,也不會每天順景 你每天都想著順利那幾天 其實你最要小心 因為通常惡劣的環境會來臨 對…我實在是 但當你每天都不順利的時候 你去醫院是沒用的 你要想辦法在谷底爬上來 今天真是感謝你… 不是,謝謝你… 分享很多… 很棒,謝謝… 好,好… 有壓力 有 永遠都是…一動就不要射 中主,不要緊 運氣 這一球也抓不到路 射到瘦子強也守不了 不會釀的 來, 整個中間才行 二比二, 以和為歸 好, 以和為歸 這樣才好, 明白嗎? 謝謝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